各位同學大家好,今天這段影片主要是第六份的功課 題目是這一書,每一條我都會做一個約略的解題 令大家容易完成這份功課 在進入這份功課之前,其實想說一說 在我們這一課的消化系統,其實是可以牽涉到其他項目的 所以它不是一課,是獨立一課,是一個連貫的課題 消化系統正在問的,通常是一些日常生活的情況 第一,就是消化系統的毛病,疾病 我們之前做過題目,就是膽囊被人撤去引伸出來的問題 第二,較為daily life,就是減肥的手術 這些黏肥的人,通常我們會用手術的方式去處理消化系統,從而幫助減肥 接著,免費的貨,不能走進去 pH,溫度,這些一定我們要學會的 接著,消化完之後 吸收,吸收的話 Cellular Transport, Diffusion, Osmosis, Active Transport 一定要知道,怎樣吸收 然後,Cell的特性也要有 有很多Mitochondrior在Cell中 它有什麼用呢 Cell membrane,摺摺摺摺的,highly folded 那有什麼用處呢 到最後,Assimulation,同化 吸收完的食物,太多的時候,我們身體會怎樣處理呢 又或者,我們的身體沒有吃東西很久了 身體很少養份 那我們的身體又會怎樣處理呢 所以,這就有關於上一課 有些Food Substance,他們的兌換 Glucose,食得太多 那我們的Liver,會把它儲存成Gycogen 再有太多Glucose,就會再儲存成脂肪 這些東西大家是要認識的 好,接著進去 我們的MC第四,第五條 第四,第五條,其實在說同一個手術的 就是衛妖道手術 衛妖道手術,留意比德里的資料 都一定是有用的 給一些很肥的人,黏肥的人去用 在胃上弄了小袋子 接著,我們bypass,繞過了 食物繞過了我們的胃 繞過了我們的十二指腸 直到Ilium 接著,without passing through the stomach and the adenum 第一次第四條,他就問下面 哪一樣東西是做完手術後不會發生的 所以,有些東西我想大家留意一下 就是,當我們的食物繞過了胃 繞過了十二指腸之後 其實對於這兩個器官的正常功能 有沒有影響 食物一定不會掉下去 但他們會不會就這樣廢了武功呢 除了這兩個器官之外 其他器官又能做到嗎 下面ABCD的話 Elium的吸收 胃去做胃液 在Daudenum 會消化多了食物 而Daudenum 會從胃狀接收到胃液 消化 下面兩者 手術的原理 食物繞過了十二指腸 但胃、Pancreas 其實他們都還在樹 他們不是不見了 十二指腸都還在樹 胃也還在樹 所以下面就說 我們還能否消化 即使食物繞過了它 當然是,真的不會掉下去了 但其他消化系統會不會還能幫到你 這件事就要想真點了 好,接著是第五條 下面就是幫個人減肥 剛才剛才說這件事 做手術減肥 怎樣去留意呢 這裡 有兩個說時間 有兩個說食物的吸收 或者未被消化食物的 amount 自己看清楚題目 這條想提醒大家 就是關於減肥 一個人之所以能夠減肥 是因為他的 energy intake 是小於他的 output 所以他吃不夠能量 但又多用一個 那他的身體 自然就去拆 他身體裡面儲存了的養分 來支持他的 daily life 對不對 他 daily energy requirement 日常的能量需要 所以這個減肥的重點 一定要知道的 到下面 如果食物是繞過了胃 繞過了十二指腸 那對於人的 energy intake 有什麼影響呢 這兩條題目就是減肥手術的 可以的話 第六條 第六條 你看到 這個應該是 rely 所以第一個 structure x 他日做題目 麻煩你馬上有一個直觀 喂 我已經知道是甚麼 然後就recall 這個 particular 其他特定的消化器官 其他特定的消化器官 會否分給相應的消化液 下面有關於X的 即是 rely 大物有甚麼用處 我們之前也做過一條這樣的題目 在mini quiz V-line Move食 Parisotosis 放Amsi Fat Digestion 第三 吸食 如此種種 接著 第七條 第七條 就是講assimilation 吃了太多carbohydrate Excess的carbohydrate 會變成 甚麼呢 變成Storage Form 當然是Gycogen 當然是Gycogen 對嗎 在Liver Pancreas 在皮膚底下 到下面 留意 同化的原理 今次是集中於Carbohydrate 還有 有些critical hints 想清楚Liver 還是Pancreas 哪一個才是真正的Storage Organ 這個要想清楚一點 第九條 有關於實驗的 實驗 實驗 就是 我們將M-sci抽出來 然後 看看他們的 M-sci activity 我們有兩款M-sci 一個是Amylase 一個是Lipase 看看名字 你記得他們 各自公用 沒有得不知道 你不知道這兩個功能 就沒有意思了 今次我們的Substrate 是Storage 是Storage 那我們三支Tub OK A的Tub Amylase 加Storage B的Tub 煲了 然後放冷 的Amylase 加Storage C 就是Lipase 加Storage Solution OK 第一個 我想大家recall 就是M-sci的特性 OK 有很多 今次想大家留意 就是它的專一性 M-sci 它們應該是要去適合對方的 即是適合對方 是嗎 ActiveSci 的M-sci 是要跟Substrate 能夠Combine 在一起才可以 不是Combine OK 能夠Combine 在一起才可以 接著 第二 就是關於溫度的問題 為什麼呢 即是第二支 煲過的 不過又攤上冷 那你要想一下 煲完又攤上冷 那M-sci 還能做到什麼呢 你告訴我 OK 回答這條題目的時候 你就可以看到 有關於M-sci 是不是這樣 原呢 不是 因為他知道 是Benedict Test 原來又是上課 有關於食物的問題 所以你就要想一下 究竟Benedict Test 究竟Benedict Test 是在測試什麼呢 OK 我們去第五個檢查一下 對吧 接著 噢 他就說 把剛才的M-sci Substrate 放進去 15分鐘 讓他們做一下reaction 對吧 接著做完reaction之後 就抽入面的東西 抽入面的M-sci 用來做Benedict Test 所以究竟結果如何呢 對不對 那你是不是更加要提醒 Benedict Test Positive和Negative的result 是甚麼呢 B 就是解釋 下面這裏有些訊息 究竟Benedict Test 是甚麼呢 Starch是甚麼組成的呢 A-minus是做甚麼呢 Lipis是做甚麼呢 我建議這條大家回答的時候 做一個簡單的table就可以了 即是你自己的單行簿 畫得很像一個table 已經可以做得到 是能夠有系統的鋪排 當然啦 去到下一步的就是用paragraph 但在這一刻 我想大家嘗試一下 畫下table先 Record Benedict Test Positive和Negative的result 接著 第二 就是去relay 究竟M-sci 的特性 OK 根據上面的結果 就想一下 為甚麼A B C 可能是一個有Positive result 另一個就是Negative 為甚麼呢 這是第九條 也是一條短題目 第十一條 第十一條 主要是有關於 我們那個 Lipa 以及各自的器官 和小腸 在這一處想大家 無論是A、B、C 這題目主要是問A 但對於其他題目 就是其他血管 我都想大家知道一下方向 先 因為去到之後 學心臟的課是重要的 所以 Record the direction of the blood OK 看清楚箭咀做人 A 就是由 Liver去心臟 OK Liver去心臟 C 就是由心臟去Liver OK B 就是由小腸去Liver OK 記住的名字是不同的 我們有Away from the heart 也有to the heart 是吧 就是我們 叫做 之前中三學過下的 Archery 動脈 和Ving 靜脈 是吧 會有些字 不過 起碼 他日 做題目 學心臟課 那一課 那個sense 就要強一點了 立即看看A、B、C 留意箭咀的方向 接著 看完題目 有其他Gorbidder Pancreas 的器官 響書 去到後面 題目 第一 要你先名字 A 它是Ving 因為to the heart to the heart 一定是Ving 問題是 Hepatic Portal Ving 還是Hepatic Ving 可以檢查我們之前畫過的圖 接著 B B B 就是一個人吃完東西之後的幾個小時 OK 去講一下哪條管A、B、C 是最低血糖的濃度 OK OK 留意一下 是幾個小時之後 所以 其實他在暗示的應該是餐與餐之間 吃完早餐 隔了很久 之後 吃下午這一段的期間 其實你在餓 在暗示的 究竟哪條血管最少的血糖呢 所以 為何 叫你們一開始 做題目 就立刻要分這三條 你不分這三條 你就是回答到第一段 B段又站在這裏 OK Liver呢 是怎樣去處理過多的Glucose 有兩個方法 OK 那麼 How do we deal with excess glucose 太多了 第一個 大家一定猜得到的 就是一個 conversion 一個轉化 太多的Glucose 在Liver裡面會轉化成什麼呢 轉化之後的儲存 是儲存在哪裏呢 可以嗎 兩個動作 第一個動作 conversion 轉換 第二個動作 storage 儲存 兩分 剛剛好 一個一分 好 來到第十三條 這個又是說有些疾病 就是由癡肥所引致的 一些消化系統的疾病 這次的疾病就是有膽石 OK 這個膽石 我們在下面留意一下 什麼意思 總之是膽囊裡面有塊石頭仔 你當是 有塊硬塊 所以下面就說 要你描述一下 究竟當一個人的膽管 一個癡肥的膽管 被膽石塞住的時候 是怎樣去影響了 他那個 野食的消化 OK 這個所謂野食的消化 那我們有什麼 這條題目 其實跟我們之前說 切了膽囊的題目 是很相像的 所以當我們有關於 說Biojuice的時候 其實是說哪一款 野食的消化呢 是否全部野食的消化都受影響呢 還是某一款呢 OK 所以在下面 他那個 Food的Digestion 是怎樣受到影響 而不是問你膽石怎樣形成 不要答錯問題 所以有些東西 之前大家都知道 recall 究竟膽汁有什麼用 有多重要 對不對 如果膽管失去的話 又會如何呢 等等 OK 這就是第13A的重點 第13B OK 就有關於兩款減肥方法 有一號方法 二號方法 OK 所以這裏就是有關於 透過手術減肥的 正如我所說 那第二個方法 這就是 胃球手術 就是丟玻璃在胃的樹 第一就是吃藥 去引致輻射 水框框 簡單來說 有些水框框 簡單來說 讓你排便 所以 我們先講第一個方法 第一個方法 是 食藥引致輻射 正所謂 清粟便 清了一些粟便 感覺比較輕 OK 然後 第一 講解一下這個方法 簡單來說 食射藥 簡單來說 如何導致 食射能夠快速移走 那 Part A 想大家recall一下 就是 究竟大腸是怎樣移動的 先 那個移動的名字 先 如何移動 那些食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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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就是 Rapid Movement 即是代表著 那個腸是快速移動 那這個移動碟 是什麼名字 那些藥有什麼 作用 OK 接著 第二 就是從營養角度來講 究竟 吃這隻 射藥 去 引致輻射 接著 輕了清粟便 這個方法 對這個女人的健康 又有沒有什麼 不良的影響 有害的影響 OK 那個 就是 究竟 那個女士 透過這個輻射的時候 究竟她會喪失了什麼 她會流失了什麼 最簡單的 別人說 Water Refuses 那當然是Water 對吧 但是你說 Loss of Water SIR OK 你可以寫個Pro 一點 不只是Water Loss 是一個 要是 Excess Water Loss 或者 Dehydration 缺水 脫水 Dehydration 對吧 除此之外 我還有一個 提示給大家 就是有關於 補抗力 一些輻射的人 肚射 和輻射的人 我們都建議 他們 喝補抗力 補抗力 補抗力裏面有水 當然了 裏面還有其他 什麼成份 而在排便 輻射的時候 有機會大量流失 你告訴我 OK 接著 去到B34 就是有關於第二個方法 就是把胃球放進胃的樹 而這個球是有水的 總之就是一個 浪一下浪一下球 OK 到下面第三節 我就問你 去解釋一下 這個方法是怎樣 幫人減肥的 對不對 怎樣幫他減肥 對不對 OK 所以第三節 四分 四個步驟 這四個步驟 就是第一 把球放進胃 你 的inner size 有什麼影響呢 第二節 就重要了 把球放進去 其實是影響那個人 他那個 容不容易去 感覺到飽肚這個感覺 Sense of fullness 飽肚的感覺 究竟他現在容易了 還是沒那麼容易呢 那第三 連著第二節 我容易一點 飽肚 或者沒那麼容易 飽肚的話 對於他吃東西 那個 那份量 有沒有影響呢 到最後 最後 記住 Losing Weight 的原理 是說 Energy Intake 和Energy Output 對不對 那麻煩你跟我比較一下 哦 根據以上三點 這個人 這個女士的Energy Intake 和Output 有沒有什麼分別呢 哪個大哪個小呢 從而做到減肥效果 題目說的 HELP THE WOMEN LOSE WEIGHT OK 第四節 這個最簡單 除了上述的兩款方法之外 有沒有一款方法 可以健康地減肥 我相信大家一定會 總之 要想辦法 去達到這個目的 OK Intake 細個Output 就是這樣 好了 希望大家聽完這個Hence之後 能夠做題目更容易 如果再有不明白 就在下面的Message box 去留題目 或者WhatsApp OK 拜拜